进入今天的直击演训场 让我们将目光聚焦高原 近日西藏军区某合成旅 组织部队在海拔4000多米的藏南腹地 展开了一场高原山地进攻战斗演练 复杂的地形 迅速变换的敌情 让这场演练充满了不确定性 演练一开始 情报侦察队率先出击 他们依托侦察无人机 车载侦察系统 和特战队员抵近侦察等方式 对敌阵地设置 重要目标分布 战场地形等展开侦察 高原地区地形复杂 实时回传的情报信息 为后续的指挥决策提供了关键基础 指挥组根据情报演判下达进攻命令 炮兵火力队立即对敌阵地暴露目标 实施火力覆盖 攻击队快速向敌阵地前沿机动 并不间断地对敌前沿地保攻势 实施火力打击 在敌阵地前沿有一条10米深的冲钩 形成了一条天然的反弹个好 如果不是前期情报作为支撑 为我们规划路线 等到达阵地前沿 临时改变路线 一切都晚了 两分钟后抵击领空 占领阵地 火力掩护 注意 接到命令后 营署火力队立即占领设计阵地 在防空火力的掩护下 向阵地发起最后的冲击 演练过程中 官兵体能消耗特别快 尤其是这样高强度 快节奏的实战化战斗演练 直战员必须具有坚定的信念 坚强的意志支撑 才能发挥出装备的最大信念优势 提升实战能力 被装备在不同地域的作战效能发挥 要素之间的协同配合 战术战法运用与研究 进行了全民的检验 进一步的锤炼重装部队 在高原地区的综合作战能力 给部战车装备反坦克导弹 可以为装甲步兵提供强有力的火力支撑 有效打击敌前沿装甲装备和兼顾攻势 深秋时节 海拔4800米的喀拉昆仑 气温已低至零下 新疆军区某合成团 利用有力练兵时机 组织装甲步兵分队 展开了一场车载反坦克 导弹实弹射击考核 参考的装甲步兵分队 克服低温不力影响 向考核地域机动 抵达考核地域后 官兵们迅速检查弹药性能 做好射击准备 在海拔4800米高跃上进行实弹射击 对我们操控导弹有很大影响 而且目标区域覆盖鸡血有反光 对精确瞄准也提出了更高要求 考核节奏逐渐加快 各车组交替打击目标 这个团进入喀拉奎伦助训以来 装甲步兵分队官兵们 逐步掌握了装备在高原的性能数据 以及操控技巧 在高海拔低气压的自然条件下 我们进行了多次反坦克导弹射击 摸索出了高原极限射击的经验和方法 今天的反坦克导弹实弹射击考核 时发时中成绩有益 在海拔4800米的川西高原 近日千里机动至这里的陆军 第75集团军谋旅 围绕战场指挥 兵种协同 火力打击等 在陌生地域展开了一场山地进攻演练 进一步提升部队全域作战能力 凌晨 红方部队在夜幕的掩护下 多路编组向目标地域展开摩托化行军 抵达前沿阵地后 红方部队利用雷达 对蓝方目标展开立体侦察 刘炮分队迅速对蓝方阵地进行火力压制 火力压制过后 工兵分队驾驶扫雷车前出 开闭通路 正当红方部队准备再次进攻时 突然遭遇猛烈打击 在战损严重的情况下 红方部队随即调整方案 利用新型火箭炮发起进攻 预备 走 我们配备的新型火箭炮 具有机动快 换弹快 精度高等特点 在执行火力打击任务时 能快速做出反应 在短时间内对目标进行有力打击 有效支援前沿攻击队行动 红蓝双方激烈对抗 战场态势陷入胶着状态 为消灭蓝方高地火力点 和后方炮阵地 红方部队所属特战分队 搭乘直升机 激将至敌后方 现在战场要更加注重兵种协同 我们利用指挥系统系统 进行态势共享 各纵团群队能快速掌握战场情况 第一时间提供资源 在特战分队的配合下 官兵们兵分多路 发起猛烈攻击 最终成功夺战敌阵地 我们从实战需要出发 根据岛条员随即岛条的突发情况 临机处置 在真打实况中检验官兵实战水平 为部队全域作战 鉴定坚实基础 在空降兵部队 猎人这个名号 代表了空军特战力量的最高水平 而要得到这个名号 需要在猎人集训营待满一百天 经历常人难以想象的严酷考验 这几天新一届空军猎人集训营落下帷幕 让我们一起走进这次集训 看看这些空军猎人们究竟是如何练成的 这项起源于委内瑞拉猎人学校的 顶尖特战侦察队员训练 历来以超强度高难度闻名 队员们需要完成散将特种驾驶 武装球渡 野战生存等三十个课目 一百三十项训练内容 与以往不同 这次集训更加注重班组和分队协同 我们不仅对单民技能进行量化考核 并且将小组做的效能也纳入考评范围 比如综合演练中的人质营救 野战生存等科目 就以小组为代位记录成绩 这就意味着要拿高分 个人水平突出还不够 还要有出色的协调配合能力 爆破手王小敏在遭遇战中不幸服伤 队员杨宗伟第一时间接替他完成爆破任务 为小队快速突入打开缺口 我们每一名队员都必须熟练掌握 多种岗位 多项技能 确保在极端情况下完成作战行动 好 重战军 拿到猎人称号的队员中 15位分支最高的队员被评为优秀猎人 成为了当之无愧的空军特战王者 在这里我们平均每天训练15个小时以上 最难的是在负重超30公斤的情况下 行军120多公里 途中还要完成山地攀登 等20多个科目 这对我们的体能 技能和意志力 都是极大的考验 每名队员都是各个单位的精英 都是经过严格考核和层层选拔进来的 急性实行全程淘汰制 达不到标准就会被淘汰 全程带战术背景 带考核评估的集训 让队员们真正尝到了进入战场 贴近实战的滋味 其实真实战场上 什么样的作战环境都有 多么艰难的情况都有可能出现 正如猎人宣言中说的一样 忠于祖国 忠于人民 团结拼搏 猎人战斗 虽然很苦很累 但是只有锤炼自身本领 才能退火成刚 能力素质每强一分 将来战场上胜算就多一分 此次综合演练 以敌后特种作战行动为主线 基于实案 基于任务 基于能力 筹划设计训练课题 采取红栏对抗的方式 确实提升队员 综合运用军事技能的本领 基本上是位质量略的 提升不过是位质量的一遍 再次弄将这种 测过 调子的敌装